劳动部长何佩山及政务次长许传胜 在记者会上双双事累 但再多的眼泪也换不回宝贵生命 各界把矛头指向疑似霸凌的分数长谢怡荣 你昨天完全没有公布说 这个人要调去哪里 给我们一点时间 当然这种时候 会有哪个地方愿意要他去呢 劳动部人心惶惶就怕谢怡荣 调到自己部门 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不仅如此 栏尾爆料何佩山透过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 联系新北市议员李宇翔 把争议导向是派系斗争 劳动部强调谢怡荣已经被降职 会带着他出面道歉 但给出的调查报告 却把原因归咎于工作量太大 在野党立委真的看不下去 根本就意图要帮人开脱 他只讲这一个分署长不是员工亲身的主要原因 你凭什么讲这个话 何佩山显然已经是完全的不适格 也完全的不适任 应该立刻辞职下台 你想办他还是你不敢办他 我当然敢办他 我办完叫他我会移送监察院以及检调 其实谢怡荣在劳动部硬派作风 早就不是秘密传出背后的靠山 是劳动部前部长许明春 他这样子的作风 非常的粗暴 非常的高压 我想其实并不是只是针对 这一位自杀的公务员而已 当时我其实就有提醒部会 这样子的管理的做法 恐怕是会有问题的 尽管不是针对个案 但立委早有提醒劳动部却没放在眼里 导致悲剧发生 从事前预防到事后检讨 统统不及格 欢迎训练成响应单亲爱在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